1960年底, 港府和廣東當局 達成首份公稅協議 第二年深圳水庫公稅香港 每年二千二百多萬立方米 1962年底, 一場嚴重乾旱 政府由63年5月開始製水 當時我是大約在小學的階段 所以当时都经历过 每四天供水一次 每一次是四小时 所以家家户户 都要在街头里排队等水 为了彻底解决香港食水问题 香港和广东当局达成共识 兴建东芯供水系统 计划经国务院总利周印来 亲自批准 中央人民政府撥款兴建 粤港签订协议 自1965年东江水 经深圳输入香港 每年供水6,820万立方米 提供香港大约七到八成的供水量 内地决定有系统地 利用东江水和深圳的水 来支持香港 这个对香港的城市发展 是非常重要的 直到2020年 两地政府在60年之间 一共签订了12份供水协议 确保香港市民和工商业 有足够可靠的食水供应 国有市地有志 香港人要熟悉香港志 看起来 看起来 大概在60年了 有须帮助 country